我們的新單元 這樣才有梗進來學超能力 希望教你知識 讀懂趨勢 理財小白也可以懂得投資數 今天是萬聖節嗎 那麼在股票市場 就有一種現象 叫做萬聖節指標 或者是萬聖節效應 我先講結論 這個研究就發現說 每年的11月 一直到明年的4月份的 這個投資回報 比每年的5月到10月 還要來的高 這個萬聖節效應 其實是源自荷蘭經濟學者 發表的論文 他們是以37個成熟 以及新興市場的股票市場 包含香港作為研究對象 這研究的時間很長 從1973年一直到1998年 總共25年的股市資料 作為Data Base 才發現說歐洲市場最明顯 包含11月到4月 它的回報率平均是8% 那麼5到10月的投資回報率 平均少於2% 你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就有6%的差距 你就會問我啦 怎麼會有上半年跟下半年 這樣的差距 告訴你 依舊是哽迷 但是呢 很多投資者就認為說 其實萬聖節入市 是個好時機喔 房間有一種說法是什麼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這種季節操作 好白話文講就是說 賣在5月啦 這種季節性的操作法 怎麼做呢 也就是說在11月的時候 買進持有的股票 然後隔年呢 5月就賣出了 一直這樣來來回回的操作 那你就會問啦 好到底是長期持有的好 還是季節性操作 報酬率來得高呢 有人做測試囉 他怎麼做 他是以世界上第一支ETF 也就是SPY為例 他是現在現金規模最大的ETF 追蹤的是這個標普500指數 他們就從2000年11月 一路買到2023年5月 那麼他們固定就投入100美元 那最後結果的這個呈現結果 是什麼呢 哇你看看 黃色這條線是定期定額 另外白色這條線呢 其實是季節性操作 哇比起來真的差很多耶 定期定額的投報率是171% 也就是1.71倍啦 季節性操作是96.5% 這告訴我們什麼 老老實實的定期定額 獲利還比較高呢 好既然要講定期定額的話 大家就會想到存股啦 很夯的金融股 最近存金融股的風潮 似乎開始復活了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們從這一張表就可以發現到 除了第一名的台積電之外 你看看前七名 其實呢就有這個五名 都是金融股 好第二名是兆豐金 然後呢第三名是玉山金 再來是合庫金 第一金還有台行金 我要來講啊 其實台行金 它的成長幅度是最多的 它的月成長 哇你看到最多來到9.6% 排名第七名 那麼交易的戶數呢 是達到了一萬三千多戶 好很多理財小白都在問我 2022年 它面臨了暴力升息 然後又有防疫保單之亂 真的可以存金融股嗎 他們很怕虧錢啊 因為呢去年呢 金融股的獲利大幅的衰退了嘛 那現在還可以存嗎 好股神巴菲特怎麼講 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貪婪 所以存股達人 古海老牛 他就解讀了金融股的後世 他認為呢 雖然去年呢 金融股的利空不斷導致呢 獲利的幅度大幅衰退 也使得它的基期其實是比較偏低的 為今年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所以呢 他就評選出今年最具長相的金融股 好這個漲呢 是飆漲的漲啊 也就是說今年呢 這個後世可期的有哪些呢 好我們就幫您列出來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趙鋒金 我們先幫你解析這個趙鋒金 你可以看到他累計前三季的稅後存益 年增率你看是最高的 是97.9% 好我先來解釋一下 什麼是稅後存益呢 就是淨利年增率97%很高耶 那麼EPS呢是1.92元 他主要是受惠債照封銀在放款之外 招倦交易跟換匯交易的收益大幅的增加 再加上去年啊 衝擊獲利的防疫理賠險 其實呢 目前的影響已經慢慢的陸續減少了 因此帶動他的獲利成長 另外我要提的就是 富邦金以及國泰金這兩家受險的金控了 你可以看到2023年前三季 他字節純後的字節的這個稅後存益 是來到了671.8億 還有594億 其實是很多的哦 富邦金跟國泰金這兩家金控的前三季的獲利 就是呢全體金控的冠亞軍 也就是說這是他們自己算出來的 主要呢是受惠今年的股市 其實表現還算不錯 那麼投資的收益比去年大幅的增加 那麼今天呢還請來這個專家手把手的教你 這個李永年分析師要告訴大家存股族 如果我們要選這樣的金融股 要來作為存股的標的的話 到底要觀察哪些指標呢 如果以存股族來看的話呢 那我是覺得說 因為存股族呢都是這個 是以大概10年為一個單位 為這個存股的極限 那所以呢 以長期來看的話 因為台灣的金融股呢 有幾個佔優勢的地方 那第一個就是大刀不能倒 因為現在呢 因為很多的這個金控股 在金管會的強力的要求之下呢 現在資本的氏足率呢 其實大概有7家金控股 已經達到2025年的這個標準了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覺得金控股呢 它的好處在於說 至少在台灣呢 這個金控股金融股呢 大概是不太容易倒的 不太可能會倒閉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它今年的這個獲利的程度呢 都相當的好 相當的好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 我是會比較建議投資朋友呢 在純金融股的時候 你不妨把這個重點考慮在 放在呢 這一些的這個金控股裡面呢 哪一些公司呢 它的資本市主率是夠的 也就是它的經營呢 是會比較穩定的 那另外呢 第二個呢 就是呢 它歷年來的 這個 你選定的這家金融股 它的未來 它的過去的 這個歷年來呢 它的 EPS 或者它的獲利能力 都是穩定的 我們不一定要求它大幅度的成長 可是至少它是能夠維持一個穩定的 像是呢 在經歷過這個 防疫減制亂啊 還有呢 像是 之前的這個 美債雙 美股 美債雙殺的這種情況之下 還能夠呢 維持穩定經營的 這些的金控股 或金融股 那我們就覺得呢 都是可以值得呢 比較能夠值得信賴 或投資的一些標的 所以在我們投資後 在選金融股做存股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慮的標的 那當然 像是一些這個 像是今年他們的資本十足率 已經達到 2025年標準的 還有呢 一到九月獲利呢 都已經超過呢 這個 EPS都超過去年的 這一些的銀行 那同時 身兼這兩者的 這個優勢的 這些金控股 像包括了 像國泰金 富邦金 趙鋒金 以及元泰金 國票金 還有金正銀行 這些股票呢 是可以 這些金融股 是可以值得考慮的 那其中我是覺得 像公立 這個公立的銀行 它會比較 更穩定一些 尤其是像是 趙鋒金呢 立刻下載 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